哈囉,大家好,我是沖閒老師 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從系統資料庫轉出來的文字 如何把它轉換成日期的教學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各位看到這個檔案呢 好,我們從系統匯出來是長這樣 它是80年4月12號 在Excel呢,文字靠左 數字靠右,然後改一下 文字靠左邊,數字會靠右邊 那我想跟你講,在Excel日期有它特殊的功能 格式一定是什麼 西元的年、月、日 可是我們系統寫出來是長這樣 那怎麼辦呢 我們簡單的說,就是 當我們改完以後 它就一定要像這樣的格式 好,西元的年、斜線、月、斜線、日 那這樣怎麼做呢 好,看一下喔 首先呢,我們要先將 080取出來 第一個字不要 那在Excel可以從第二個字取出來 取兩個字 來,那我們就來做吧 好,我開始打在這裡喔 等於 等於 宣告公式開始 MID 密的函數 密的是文字的函數 當你打左瓜五的時候呢 它會告訴你 給我一個字串 就是這個字串 從開始的位置 取 取幾個 好,在這個字串裡面呢 從第二個字 開始取 取兩個 就會把80取出來喔 欸,取出來對不對 可是老師,我是要變成西元耶 來,所以呢 後面 按兩下做修改 再加1911 那就變成1991喔 那這個叫做數字 我要日記格式再加斜線 再來 再來什麼 合併 再次用這and 合併斜線 碰到文字要加雙引號 組合文字用這個and的符號 所以打到這裡呢 就變這樣喔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零式取出來 好,零式取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說一樣用密的函數喔 第幾個字 12345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所以呢 按兩下 再來組合MID 密的函數 從這個字串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欸,就把零式取出來對不對 後面要再斜線啊 再按兩下 再來 組合 斜線 這樣 合併文字用and 再加一條斜線 斜線完以後 剩12啦 那如果是右邊的話 你可以用right函數 把它取右邊兩個字 來 接下來 這邊呢 再來組合 riht right函數 在這個字串裡面呢 豆號 從右邊取兩個字 就把12取出來 那取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拖一下喔 在Excel跟各位報告一下 文字靠左 數字靠右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它靠哪邊 左邊 所以目前它是文字 那Excel有一個函數 可以把數字的文字 也就是說這是文字 但是它是數字的形式的文字 把它轉成數字 那那個函數叫什麼呢 按兩下做修改喔 稍微按兩下 打在前面 VALUE VALUE 左刮弧 右邊再打個右刮弧 來 老師 怎麼變成數字 對啦 在Excel的世界 日期就是一個數字 接下來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再把它改成日期的格式 往下拉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 當然老師 每個都要這樣做嗎 不是 如果從系統會出來 應該有它的規則性 做完一個以後 我們再複製公式 就可以把所有日期 全部換成我們要的 西元的格式 來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這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可是整個流程 就是像這樣 Excel你懂了函數的時候呢 就可以解決 在你生活 或工作上的問題 感謝大家的觀看